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看看我們這個陣仗很大 就知道我們要開箱新玩具了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台 Nespresso的Virtual 是Nespresso最新的膠囊機 系統很特殊 大家可以看到 桌上的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這些膠囊 跟以前我們過去看到的膠囊已經不一樣 以前膠囊很小顆嘛 那這一次五花八門而且非常大顆 這是因為這是Virtual 它開始了一個全新的不同的技術 我們首先從杯量上面來看 過去都是Espresso 就是小小濃濃的 大家喝起來可能會覺得太濃必須要加水 但是現在開始有更多選擇 從這個可以看到最小的膠囊 是跟以前一樣40ml的Espresso 然後大一點的膠囊的這個第二款 是80ml的Double Espresso 然後這個越來越大了 這個是大概是150ml左右叫Long Go Long Go其實就是Espresso 讓它增加它的萃取量 所以就是150ml 就是可以說是比較淡一點 但是它分量比較多的Espresso 然後這一款就是比較偏美式 而且很多 大概是230cc的Mod數 然後最後甚至還有這個535ml的 就是ProOver 就是手沖概念的膠囊 就可以看到 跟過去的膠囊已經差非常多了 因為過去的膠囊技術 其實如果用了這麼多的杯量的話 但是沒有辦法克服這些大杯中杯的需求 所以Espresso今天研發了一個新的技術 用來取代過去的壓力的這個技術 這個技術是高速離心力萃取技術 那它的概念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過去我們那種E4機 包括各位在咖啡店喝的 或是去連鎖店喝的那種大機器 它都是利用邦普把壓力給到 我們的咖啡粉餅上 或是說這種膠囊上 其實一樣的 用壓力把裡面的風味 油脂用高壓的方式把它擠出來 這是過去的技術 那這一次呢 它使用的這個離心力的技術 其實就是利用旋轉 用每分鐘4000轉這樣的一個高速旋轉的方式 然後就形成一個力 這個力就可以把咖啡裡面的油脂 一樣用擠出來的方式 讓它呈現出來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說 像各位如果平常常常手蟲 其實你的咖啡油脂是並不顯著的 是因為這種力量 是沒有辦法把油這種東西擠出來 那在利斯咖啡的概念裡面 這種油只叫做CREMA 那CREMA也是香氣 或是風味的來源 所以對於NASPERO是非常非常重視 所以它這一次就是使用這個 高速離心力的這個系統 然後來呈現這些東西 就可以讓小杯跟大杯 都可以把油脂擠出來 那這個系統的特色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說過去壓力跟這個 都是把油脂擠出來 但是事實上他們喝起來 是有差異的 那用這個高速離心力萃取技術 它的油脂喝起來是比較有空氣感的 會覺得油脂裡面包覆了一些 小顆粒的泡泡 所以喝起來的時候覺得 比較綿密一點 是比較蓬蓬的 所以香氣的表聲有點像是奶泡 但它其實沒有奶 就是咖啡的油脂 跟空氣結合的感覺 所以喝起來會跟傳統的 用壓力壓出來的ESPERATO 確實上風味上面會有點差別 香氣表現我覺得其實是還不錯的 蠻洋的 所以這個系統我覺得有點厲害 那這麼複雜的系統 其實以Nespresso的角度來說 當然不可能讓消費者去調整參數 因為膠囊的最主要數據就是方便 不可能說小到大你才要調參數 所以這次就承載了兩個不同的系統 去幫助各位去減少你的萃取上的障礙 這個兩個技術 一個是調碼識別技術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膠囊上面都有這個 一點一點是調碼 大家常常看到 那這個條碼就等於像是每一個膠囊的身份證 我放進去以後呢 我機器就會識別說 這是哪一個膠囊 那同時間就會給它一個 它最適合的參數 譬如它的水量啊 它的萃取的旋轉啊 這些東西 它去調整它 那消費者就不用煩惱說 我會不會按到不對的萃取的狀態 那同時間那整台機器呢 就只有一個按鈕 就是上面這個 叫做一鍵式萃取系統 等於說我放進去以後 它就知道它是誰了 按下去以後呢 它就會把參數調整過以後呢 根據這個身份證的來給 比較它建議的 萃取量還有這些參數 所以這個東西對消費者來說 簡單說啊 就是你什麼都不用管 你放進去 按下去 它就會根據它來做出好咖啡 這個技術來說 我覺得蠻不錯的 確實蠻方便 那把難的東西做簡單 其實就是膠檔機 它們最核心的技術要求 那以上這些技術呢 就是這一次的新機 Nespresso Virtual 它標榜了一些蠻厲害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學長會為大家把32款 全部喝一輪 然後並且排名出 我心中覺得ABC三個檔次 因為這麼多嘛 大家可能如果要購買的話 有點霧煞煞的 那A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不錯 推薦你呢 可以優先買買看 我覺得蠻好喝的 B呢 可能我會覺得 他可能比較中性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那C呢 就是我個人比較不喜歡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會喜歡 但是沒關係 我就以我的角度來 給大家做推薦 ABC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買的話 可以優先考慮我的A檔位 那這樣子 大家就有個參考依據囉 OK 那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我們的試合囉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次數量的 方式看 要買十分 regist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所有32款全部都測過一遍 那這次Nespresso的這個新膠囊 其實讓我覺得還不錯 成績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 那我把它分了A B C 三個檔次嘛對不對 A有13支 然後甚至裡面有三支 我覺得可以給A加 真的是成績不錯 B的部分呢是 10支 C的部分呢有9支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比較好的 尤其是A加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機會的話 真的可以喝喝看 蠻有意思的 那桌上這個痕跡呢是因為 它事實上這個表層上面打洞 所以我把它倒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點點痕跡 好沒關係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票選了三支A加 這三支基本上呢 風味呢都有層次感 然後有一點果酸 香氣尤其是比較顯著的 比較奔放的 包括這個伊尼之歐呢 然後呢 這個是Colombia 還有這個是梅洛之歐 梅洛之歐我覺得是非常平衡 酸甜很平衡 那伊尼之歐呢是裡面酸質比較亮的 所以香氣花香非常的顯著 那哥倫比亞這支我蠻喜歡的 紅酒調 很顯著 三支我都給到A加 好然後 A的部分呢我們包括了 濃縮的部分 A有 奧提其歐我覺得算是蠻經典的口味 平衡 甜度蠻高的 然後 奧拉非歐呢也是 它的香氣不錯 有一點 焦糖香啊 這些部分都不錯了 然後 還有 奧提其歐的減量版 咖啡減量還能做到這個風味 我覺得是不錯了 然後還有 溫和其里奧跟 度加 這五支是濃縮裡面 我覺得是 可以給到A的 那我會把名單放在我的片裡面 如果各位呢 想要來參考一下的話 是還不錯的 然後這一次 喝完這麼多杯以後呢 其實我覺得這支機器呢 有幾個部分我覺得還真的是使用起來 蠻有特色的 第一個部分剛才就是 它的這個這次的專利就是用 離心力來做萃取的部分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幾乎每一把 萃出來都是有很厚實的泡泡 那這厚實的泡泡其實代表說香氣嘛 然後 這個其實在過去的機器裡面是 比較不能做到 像這樣子的類型 尤其是像比較大杯量的 我覺得這次的這個離心力的這個技術呢 確實 有點顛覆我的印象感 那 這個泡泡我相信是蠻討喜的 如果這個風味剛好是你喜歡的風味的話 那個泡泡會對你的 整體的感受度上是蠻加分的 那第二部分是關於它的這個 調碼的這個技術 我剛才跟大家講說調碼這個技術呢 好像大家覺得 那不就是 可能它可能只是在杯量上面顯示 但是我們剛才在萃取過程中 我一直在注意它的給水大小 它的給水速度 所以換句話說它可能也會 根據我每一個調碼 它顯示說這個咖啡呢 是什麼咖啡 然後它會調整參數 這個參數包括它的離心力 或它的每一秒給的水量 像有些水量是比較大的 有些剛剛的水量是比較少的 代表說呢 它會根據我不同的咖啡的品種啊 不同的風味 然後去調整 它的給水大小 以及它的離心力的效率 所以這一點我就覺得 其實中間我藏了蠻多 它的技術層面 以及它設計上面的東西 但是 很棒的地方是 你看我其實從頭到尾 我就只是一直按按鈕而已 那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說 這件事情真的是 也是一個利多 因為 麻煩的是人家幫你做好了嘛 那你只要享受 或是挑選你喜歡的風味 就可以了 所以 這次的技術本身呢 我覺得是給一個讚啦 未來如果 它的風味可以 更多更好喝的 或是更有意思的話 這些技術 它背後 做得很複雜的技術 其實都是對消費者來說 都是個方便的事 所以這次 Nespresso 這一次的 這一代的機器 我覺得還算蠻厲害的 然後風味呢 我也覺得 跟以前比較起來 是有進步 這次的離心力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蠻好玩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 開箱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如果各位想要參考一下的話 可以看看我們的名單囉 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